近日广深港高铁位于深圳龙华新区的高峰水库特大桥桥墩被爆出现裂缝 有乘客担心桥梁质量会影响高铁行车安全 广深港公司日前就此事做出回应 被爆出现开裂的是位于深圳龙华新区高峰水库特大桥的789号桥墩 记者在现场看到 桥墩下方是一处两层正方形混凝土平台 出现开裂的是下层平台 工程技术人员介绍 这其实是大桥施工时用到的临时电层 这个临时的电层是我们施工在上面这层成台的时候 作为这个成台的临时的电层 电起来好叫做分泥土使用的 那么我们这个成台完工以后 这个电层就实际着用了 它不是我们桥墩的那个神洞的结构 工程技术人员还介绍 整个桥墩结构分为四个部分 承重完全由成台下的装机来承受 经过工程人员对现场的观测和检测之后 确认两体 蹲伸及成台都没有发现裂缝 它这个开裂 你现在的开裂 对我们整个的球墩的树立 和高质运营的安全没有影响 当然没猜是因为这里已经在水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